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财富自由 今天现场我们邀请到 原大投雇资争协理 严晨辉博士来到现场 跟我们分享 如何透过掌握经济趋势 来达到财富自由 严博士你好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相信荧幕前有很多观众朋友 参加过许多投资论坛 在这些投资论坛中 主办单位 常常会邀请一些经济学家 来谈谈经济的情势 但有很多投资朋友 都有一些共同的经验 就是很难把关于经济的看法 转变为具体的投资操作 你能给这些投资朋友一些建议吗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经验 就是看到很多经济学家在投资论坛 但是你感觉不到 就是我到底今天听他讲要干什么 你最多就听听说 他对今年经济看法是正面还是负面 但是正面跟负面 好像又跟具体的投资建议 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我简单跟各位讲 其实做投资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 当然长线投资 你就不用思考太多了 你就定期定额 这都是很好 它是很符合人性 但基本上不是那么多人喜欢做长线投资 那投资其实就跟买水果是一样 各位要去理解 你要跟时事是有关系 跟买水果是有关的 举个例子来讲 假设今天你去看到 就是景气是往上走 景气是往上走的 你自然而然就知道 我们说合理的股票价格等于一家公司 是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 那现金流量提高了 那这个股票上涨几率就高了 所以说你要去理解这个 如果景气是往上走的 你在投资的过程当中 除了要增加股票的比重以外 另外来讲 跟你的选股也有关系 对我去理解 经济学家在讲这些投资论坛的时候 他其实有时候会告诉你说 经济只是没有衰退 或者是加速成长 如果是他告诉你说 这个经济接下来会加速成长 那你在选股当中 是不是就可以适度的增加 景气循环相关的类股 对不对 但反过来 如果今天经济学家告诉你说 经济他只是没有衰退 那但是呢 经济他不太能够成长 如果他讲的是这件事情 你在选股逻辑当中 就开始去思考 我今天在选股当中 要重视的是趋势性的股票 也就是说 我的营收比较不会受到 景气循环有关的类股 举个例子来讲科技趋势 或者说今天你说人口的趋势 或者地缘政治的趋势 就选择趋势性的趋势 那反过来 如果今天经济学家 他还跟你讲说 我们现阶段可能要进入到 一个相对比较高通膨的环境 假设他跟你讲说 可预见的未来 同货膨胀率 会是在一个非常高的位阶 那我们在投资当中 我们是不是就要开始 去选择一些抗通膨的标的 各位你思考 内股当中 抗通膨标的是什么 资产股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思考 或者说 其实对投资朋友来说 如果今天经济学家跟你讲说 未来一段 很长的时间来讲 我们是一个低利率的环境 或者是一个低通膨的环境 对不对 那低利率低通膨的环境 那这个时候 其实投资人 他要开始往哪边去思考 利率太低了 纯克银行没有道理 我们就要用股票来当做定存 用纯股的概念 那些我们叫高股息的股票 他的价值性 是不是就开始去提升出来 所以说 一年都有四季 那每个四季都有 不适合吃的水股 那投资也是一样 不同的时间点 你都有适合投资的 类股跟科技趋势 那我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每一个投资论坛当中 那投资朋友 在听经济学家讲的过程当中 你要试着去Mapping到你的选股逻辑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在您的简介中有看到您 专长景气循环 能否请您稍微谈一下景气循环 如何跟投资操作做连结 好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今天你问我说 对一般不是那么样子 就是喜欢密切关注金融资讯的 投资朋友来讲 那我们那什么样的投资策略 是最好的投资策略 其实我讲白了就是 长期的定期定额投资 因为一方面来讲 可以让你就是保存你的 就是我们叫做储蓄 我们就是适度的 透过有纪律的累积资本的方式 让你未来的这个资金规划 会比较有效率一点点 但是毕竟要让大家很有规律的定期定额 那其实有些人他会有点野心 他希望能够让自己的操作 更加灵活一点点 那这就跟景气循环是有关的 我简单能够讲 你要相信一件事情 所有的金融资产 它其实都跟经济周期是有关的 这个经济周期就像地心引力一样 把大家牵在一起 但不同资产的时候 不同资产 它的跟经济的关系的联动程度 其实有轻有输 有的人他离得比较远一点 有的人离得比较近一点 所以你大致上会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在投资的过程当中 其实金融资产的价格 它并不一定它的转折点 跟景气周期是完全一致 它有领先跟落后的差别 那透过这种领先跟落后的差别 其实我们在判断当中 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帮助 它可以帮助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判断我们现在到 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 各位 你理解到你在经济周期的 哪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比起你预测 接下来经济要发生转折 可能来得更重要 因为预测常常有错 但判断我们现在站在哪里 其实帮助是很大 我简单跟大家讲 景气循环一般来讲 有分成四个向线 第一个向线就是 经济开始从谷底复苏 出生段 那长线这波景气扩张 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另外来讲就是景气的中后段 就是我们所谓扩张 经济已经有点过热 第三个阶段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叫景气的 slow down 经济已经开始从高点开始减速 但成长不快 但是还是在成长 在就经济衰退 那这四个阶段 我要如何透过 就是经济指标来判断 我们一般来讲 大类的金融指标 有所谓的债券 原物料 股票 对不对 还有景气 那这四类的东西呢 简单来讲最领先的就是债券 对不对 债券会在 各位去思考 景气衰退的时候 债券价格就是先开始涨 为什么 因为在景气衰退的时候 大家都需要去找资产当中 最确定的资产 债券就是有最确定的现金流 所以债券先涨 债券涨没多久之后呢 股票就会涨 为什么呢 股票会领先循环涨 并不是因为做股票的人多厉害 他预测到现在经济谷底在哪里 而是来自于股票的合理的评价 等于一家公司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 各位思考 现金流量的折现 经济在下行 没错 现金流量会低 但是经济下行利率也会低啊 所以说在某个状态下 经济还没有落底 但利率已经跌了更多 那股票就会先开始回升 所以历史上股票第一波上涨 都是叫做无稽之谈 没有基本面 但不是没有基本面 是有资金面 所以股票涨完景气就涨 那最后有一个就是原物料 原物料是最后上涨的资产 那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要开始复苏 实质需求才会提高 原物料就会上涨 那么理解了各类金融资产的 这个跟景气的规律性之后 我们是如果今天当你看到 债券价格已经快速上涨 经济虽然还在衰退 但是有可能很接近开始谷底 我们可以开始慢慢的 预先布局一点点 那接下来股票站到 多头循环的时候 虽然景气还没有确定落底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适度加码一点点 那后来当经济周期确定过底 我是不是就更有信心 但经济有的时候会骗你 刚开始复苏 它有可能复苏不稳定 可是你看到什么时候 你会觉得它复苏非常稳定 当你今天看到了 就是我们所谓的 原物料价格也开始上涨 原物料价格上涨 是不是代表 这一波经济上涨还是涨真的 那我是就可以把我的持股 所谓拉到满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是不是就会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 很多人在操作是1跟0而已 买进它all in或者是通通all out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让自己的操作更灵活一点 例如说 债券价格快速下跌 快速上涨的时候 我们先布局一点点 股票现行站上去的时候 再加码一点点 然后景气指标开始弯上去的时候 我们再提高到中高水位 那如果你发现 你的物料也涨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拉到最高 那接下来怎么出涨呢 债券价格开始反过来走的时候 债券价格开始下跌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 通货红照来了利率开始提高了 我们进入到循环的末段 我开始适度减码一点点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股票的现行不行 再减码一点点 经济撑不住了 再减码一点点 原物料价格大跌 我们开始把持股所谓降到最低的位置 你透过这样中而复始的操作 是不是可以让你避掉一些风险 而且让你的报酬率变得更加平稳一些 是 在您刚刚讲的建议当中 投资人又该去哪里找这些相关的讯息呢 好我们简单来讲有的时候 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代言就是所谓的 投资的我们叫三角定位法 或者是投资的GPS 那投资的GPS要去哪里找 那有很多的券商都有 那但是我简单跟各位说 其实投资朋友你们可以自己做研究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说你需要知道一个原物料的价格 需要知道一个债券的价格什么时候上涨 那债券的价格呢 涨或跌 你就可以去看这个美国公债值利率 我相信现在很多财经网站 你用Google去找 美国的公债值利率 10年期公债值利率是很容易找得到的 对不对 那这个公债值利率呢 我要给各位一个概念 我们刚刚讲的债券价格先涨 讲的是债券价格先涨 所以说债券价格先涨 你要看到是值利率要先跌 值利率先跌 跌很深的时候 我们布局一点点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第二个东西就是股票 股价指数你有很多选择 你可以看台股指数 或者去看标普500指数 或者看MSCI世界指数 那因为我的习惯是看 就是全球型的指数 MSCI世界指数 那这个东西其实在财经网站 Google上面 其实这种都找得到 像Yahoo Finance也有 你就可以画它的线图 然后它也有均线 就看到是不是一个多头排列的格局 那再来就是景气指标 我跟各位讲 很多景气指标 但不是那么重要 其实对一般的投资朋友 我觉得介绍大家一个指标 其实对我来讲很好用 OECD领先指标 你就Google去查OECD这个网站 然后你后面记得要打 Leading Indicator 不要直接打中文 直接打中文 它是不会显示的 因为这个OECD是外国的网站 那去看它的图形 是不是弯上去 那当做景气的判断 那原物料 你可以找一个原物料指数 不要只看油价 因为原物料 真正跟经济有关 油价只是一个 基本金属里面 我们常常说Dr. Carper 就是同博士 同价走势也很重要 那所以你可以找一个 综合型的原物料指数 像我喜欢看的就是CRB原物料指数 那你在网路上找到这些资讯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建构一个 属于自己的投资的地图 好 谢谢彦博士今天的分享 各位观众 投资资讯可以多多参考 彦博士提供的资讯及建议 那投资一定有风险 一期投资有关有赔 投资前进行风险评估 谢谢您的观看 彦博士的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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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拜拜 拜拜 胶